石门区认证有机农友相当多 现在有业者特别响应青春山海县政策 借由旅店前方的空间火化 让更多在地的小农可以上架贩售蔬菜 也让游客来到石门也可以轻松买到当地最新鲜的农产品 石门区就位在台二县旁的旅宿店业者 为了要与当地的小农共好 也将石门区遍地开花的有机农产业在座推广 特别将旅店前靠海的木栈空地火化使用 也要将原本作为纪念品贩卖使用的货柜屋开放 让小农来进驻 提供当地有机农友贩售现材的农作物 而外面的木栈空地还可以作为小农的假日市集贩售地使用 我们就做成石门的当地的一个有机小土 那农产茶叶都非常适合 未来有比如说有机的肥皂文创 都可以过来这边做这样的上架工作 那这个地方目前我们采用是 它是免费的方式 希望当地的企业都投入我们 因为这个地方很棒 然后我们这边有现成的广场 我们假日都可以做市集 然后我们可以轮半 所以所有单位都可以来 石门区的认证有机农户相当多 而市府未来要一次行销观光与农业 特别推出了青春山海线的政策 旅书业者看准了青春山海线政策中 许多一日游的游城 希望借由空间的活化 让更多的游客随处玩随处拍照 也可以轻松就买到当地现彩最新鲜的农产品 我们石门爱之船餐厅 响应市府的青春山海线 除了会有一日游的农村体验的行程之外 在这里在他们后面的广场 也将开始组织和在地的农民 设立有机的农夫市集 以及有机的小铺 希望大家经过石门的时候 也都过来一起采购 然后也辅助我们在地的农民 吃在地吃当季 这个由旅苏业提供的有机小铺 以及木栈市集空间 为了要支持在地的农友 业者是完全免费提供农友上架蔬菜 今天在集合农业局与小农会看场地之后 预计近期内就会开始着手蔬菜的上架 希望借此可以与在地的农友一起行销 让石门的美好被看见 记者大平安石门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